大家好 歡迎歡迎宴氣甜點店 我是Nanako 年節將近啦 想必大家在過年的時候 跟朋友啊 聊天或是看電影 都會拿一些小零食起來吃吧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就TACO跟大白 還有我就精選的 各三道的這個過年 我們自己會吃的東西 然後我們邀請到的是 我們好餵一養生品萱 嗨 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 一兩年了 對啊 已經當媽了 又要再講一次 包一個人拋下來 一直往前走 超好遠啦 那天給你成婚了 他給你成婚了 對 趕快跟上 趕快跟上 還在急 新年新希望 講到就是我們精選這些零食 就是讓品萱來幫我們做這個年度大健夾 這九年了 你有沒有有自己會吃的東西 有嗎 我覺得這條件可能是麻辣 你們家也會出現這個 可個人 你知道其實我們家算是吃蠻健康的 那種不健康反而他 就是我自己會買回來 你們家吃蠻健康 到底這是營養師 到底自己吃醉了你的東西 好棒好棒 今天就從我們剛才品萱 指定這個麻辣開始吃好不好 好看好 這樣可以吃 好爛喔 這個麻辣是誰選的 這不是我 是我的啊 髒話我們過年都一定要吃啊 麻辣我後來才發現其實它是糯米 就煮臂跟芋頭耶 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很像乖乖空心 我沒有吃過我已經第一次吃耶 蛤 你不是台灣人吧 哪裡來的 我們家我們家不太吃這個 你是甜點吃耶 什麼 營養師吃最不一樣的東西 甜點是沒有吃過麻辣 邏輯是相通的 怎麼可以 它是有點像煲滴香那種感覺對不對 它裡面是孔零零的 真的嗎 沒有它吃起來其實蠻乾爽的 你不覺得它裡面吃起來沒什麼油脂 對它沒什麼油脂耶 可是它就是很乾爽很酥脆 我以前真的完全不知道 對如果你們不跟我講藕話其實我是吃不太出來 我也真的不知道 我也以為它是糯米 以甜點的角度來說它跟北藤桂很像 就是糖油粉 它裡面孔隙多嘛 所以它相對的輕是熱量不高 但是它外面裹那個麥芽 然後又是堅果 特別是花生 花生其實在堅果了 種類裡面又是油脂特別高 不要覺得它裡面是空心的齁 它外面這個是石心的油脂跟糖 接下來是七七乳香巧克力小條的 小時候也超愛喔 裡面是不是也有花生嗎 都吃大條的 你就吃大條的 這個真的超帥氣 這好好吃喔 它就是那種 比較歐式的那種花生牛軋糖的感覺有沒有 而且它有巧克力耶 我懷念我好久沒吃它了 我還好奇 這個沒有花到哪一個比較罪惡 它熱量那麼低喔 對啊還好啊 這很健康耶 它一條四十卡而已 哪還好 這個一百 但我這個可以吃二十條 大條了一百多 可是它的糖就有三克了 所以它基本上它才七點七克 它已經有占了一半 接近一半 我都好燒喔 那我們下一個就是來到了這個蟬豆酥 請問是哪一位的啊 蟬豆酥 這不是長輩食物嗎 我這樣 對我真要想 是長輩食物喔 我家的阿公阿嬤我媽 我真才是長輩食物 東東婆婆都會吃這個 真的喔 它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這樣子的口感喔 就脆脆的啊 然後它要吃它的調味 它其實就停不下來很可怕 我覺得它口感其實像那個青豆嘛 對 很像很像 殘豆的話呢 大家看它雖然是豆嘛 可能以為它是堅果類 但它是算澱粉類為數 它是澱粉 它是澱粉比例比較高的 對對對 因為豆類大部分 我們過濾端它們都是澱粉 對對對 營養分類定義它是看那個 它的比例大概高於哪邊 它就分類到哪裏 覺得這個會 這個好嗎還是不好 我覺得它 我會算是比較醉的食物 因為它有油炸過 澱粉又炸過 油它炸過 過年的食物 我覺得都是用來配茶 對 因為它是聊天用的 它這樣只要20克大概就已經有 也是超過100大卡 感受一下20克是多少 我覺得它至少有3到4克 這樣大概20克 這樣大概20克 這一包啊 6份 1400多卡 親戚來做一做 一天就消失 很棒 那我們下一個呢 也是常見的堅果類 好 這個堅果類其實是 算是比較高單價的 這是誰吃的 我的 我推薦的 開心果我吃 我只會挑這種已經自動脫落 嘴巴打開 找到自動脫落 享受那個打開的過程嗎 真的很享受耶 真的很享受耶 然後它中間就是 有時候你剝開的時候 你換了九牛二五 這剝開裡面是臭掉的 就是 我覺得開心果口味的東西都很好吃 馬卡龍我很喜歡開心果口味 對 綠綠的又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特別好吃 這個是好還是不好 它其實算是原型食物 堅果類 大家可能會覺得堅果類熱量很高 但是它的油脂是屬於比較好的 看氧化的油脂比較多 而且你看它有這個皮 這個皮的話 它也是有纖維質在的 所以那個皮要多吃 那你皮給我 對 我都給你了 我都給你了 我皮 你都會剝掉耶 皮都剝掉啊 怎麼可以 吃下去啊 皮要吃下去 我們現在吃 那一般我是健康建議標準 一天大概可以吃30克 但是你開心果然講它超小 對不對 但是它超小它可以吃到10顆吧 10幾 10到15顆 50顆 但是50顆的熱量大約是180大卡左右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控制你整天吃的那個油量的話 比如說你本來就吃的比較清淡 那你吃這個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好多耶 因為它是好的油脂 可是我記得像它比較大顆堅果 像是腰果那些是不能吃那麼多 像核桃的話 很可怕 核桃一份吃不到10顆啊 大概可能8顆左右就 就滿了 那個油就爆表了 這CP值比較高耶 這CP值比較高耶 好接下來就拿來口的時間了 因為我們家旁邊就僅僅三縫中間 那三縫中間就是賣一些南北雜貨 像我就很喜歡吃這種炭烤魷魚片 其實我也滿喜歡吃這種 那這個應該沒有 就海鮮啊蛋白質啊 我比較少選魷魚欸 我也滿喜歡吃那種就是比較嫩的 就是它不是像那個乾 魷魚絲 對對對 魷魚乾然後好像 就是比較白的那一種 都比較好好吃 不要亂講 沒有沒有就是說 它比較白的那一種 然後它感覺比較juicy啊 這個可以嗎 那我會不會這樣 這一集就這樣默默 怎麼樣 你變熱熱了你變爆了啊 它是海鮮類的那種肉乾嘛 對 它其實都算是肉乾裡面 相對比較 安全排的 喔真的假的 不可能 因為我之前有介紹過很多 就是加工肉製品 肉乾類算是比較高度加工的 嗯嗯 肉乾這個 就是豬肉乾牛肉乾什麼的 主要在於添加物調味料一定都會比較多嘛 對 但是海鮮基本上它是魚漿嘛 對 然後是一些什麼軟體的 反正都是低脂的 所以你會發現它幾乎沒什麼油脂 乾非常乾 來自於那個料理用油而已 對對對 對對 所以吃起來負擔比較不會這麼重 然後蛋白質也會比較高 當然就是一個比較極的概念 就是比起牛肉乾跟豬肉乾 而且其實坦白講 油一顆是九大卡 你糖一顆是十大卡 有時候如果你真的只是吃一些營養價值沒有這麼高的那些食物裡面 你就從中選熱量比較低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種乾類是比較低的 就是它油脂下降其實糖度還高一點沒關係 這樣 我們剛好可以比較一下陸地上的 對啊對啊 剛好所以我看到這個 這個也很乾欸 這個也沒有水分啦 更乾了 這個東西真的是會讓人又愛又恨 這就是大白推薦的 是大白推薦的嗎 肉脂 這是杏仁片肉乾 哇它肉脂啊 它還有加堅果 看起來超好吃的欸 這個這個 嗯 嗯 哇它調味算是 也有欸 有夠好吃 對啊 它應該也蠻油的欸 我不懂不懂 它有那個豬的油的味道 有有有 豬油味 豬油香啊 比起它 它會比較不健康 陸地上的要好吃 通常都還是要 脂肪要夠多 然後還有加杏仁 又是堅果 所以它其實算是偏油 它這樣子 100個就400大卡 趕快給我一片壓壓盡 一整盒應該是可以一個人吃的完 好我們接下來下面一樣呢 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我有一個紙條啊 我是炸年糕還要包皮的炸年糕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觀眾朋友 到底是誰的 誰啦 誰為什麼不準備好東西再給我來弄一 不好意思 這是我過年必吃的 現在它被我吃完了 什麼 沒有它準備比較麻煩 包皮是什麼意思 就是 有些人它是裹麵粉 對 太弱了 因為麵粉會不均勻 喔對 它會很厚 對 然後我們家都是買那個 混沌餅的 好高級 把它包起來 然後你用它單一刷 它就可以黏起來 黏起來 對 然後這樣就是一整個完整的 外面酥 然後裡面的年糕超嫩的 我就是 然後不用再沾粉了 不用不用 直接皮包完 今天沒有出現 所以它就要包皮炸年糕 好可惜喔 好想吃看看 但是年糕從裡到位 都是糖 而且它不是單純這樣做 它還是要加油脂才可以做那個年糕 對 所以它本身裡面只有糖又有油 有油 然後有糯米粉 它通常這樣小小一塊吧 然後它又很重嘛 所以它這樣就有120大卡左右 如果是30克 你說它這樣一小塊喔 對啊對啊 120大卡 它是糖欸 它是糖跟澱粉欸 還有油 你怎麼會吃10塊啊 還是我們有更添加的吃法 我們把它切小塊 然後加在沙拉裡面 你那種台詞 甜甜乳酪嗎 對 好接下來這一款呢 就是我一直很愛吃的 我不知道平均喜不喜歡這個東西 就是烏魚子 我很小時候就很喜歡 前幾個禮拜現在大阪來婚店 它第一道冷盤是上面烏魚子 那我只要四分之三都是我吃的 它都不吃是怎樣啊 烏魚子很好吃 真的喔 然後搭那個水梨 蘋果跟那個蟲片 欸很讚很讚 好好吃這個 超香 那你怎麼會覺得很鹹嗎 烏魚子 感覺是洗澡 還會看到那含量 它這樣只有46毫克 那一天是 一天建議是2400 那還有啊 一餐大概算600 所以其實如果你吃個 600 你吃個十片都還沒超過 十片 對啊十片都還沒超過 你這樣講好像很 這樣好像挺起來還好啊 可是120片 快1000毫克對不對 我覺得烏魚子這個東西它就是 它就是量不高 對但是它那含量其實比較便宜 對 它這樣一片才能給十七大卡 十七大卡 因為它畢竟是蛋嘛 它蛋白質竟然有2.1公克欸 對它沒想要出 我吃20片我就有40克的蛋白質 哇 不要對 你不要 馬上打電話 開團開團 開團 我覺得是擔心那個吧 魚子是膽過醇的問題 膽過醇是什麼 膽過醇怎麼看 看不出來對不對 看不出來你要自己去查資料 通常那種軟類啦蛋類啦 對對對 膽過醇會比較高一點 雖然說現在就是膽過醇不會直接透過飲食 直接造成影響 比較多都是一些內陰性 就是譬如說你遺傳或是體驗 喔是這樣子喔 對 但是你吃過量還是會造成 有可能會造成心血管的負擔 可是其實如果是單看它的八大營養素 它其實是還好 純拿到一點點 其實認真要說的話 比這兩個都還要稍微負擔再好一點 撤下去 好我們就吃了這麼多的東西之後 最後竟然是餐後的水果 回歸正回 這個是水的 誰 有水分了 我覺得今天一定是冠軍 就是營養最健康的 它是穿情分比較高的水果 我不會說它是特別好的 所以 水果本來就是還不錯 每天都建議可以吃 這個算是一份 大概可以吃一份左右 所以我覺得吃這個 就是一天一顆是沒什麼問題的 只是因為它現在甜度都做很高 所以除非你真的有血糖問題的人 才比較不建議你這麼常吃這種 因為你就說水果的果糖 是不是比較怎麼樣 好吸收是不是 吸收比較快 對 所以你會比較容易會造成就是血糖 真的快快慢慢 生糖指數太高了 所以才會很多人都會什麼 醫院會建議啊什麼糖量病患者 不要吃這麼多太甜的水果 過年出了沼澤 還會出什麼水果 橘子啊一定會出現的啊 甘霧大吉大利 葡萄 蓮姆嗎 蓮姆 蓮姆 蓮姆好像也是 冬天 蓮姆是不是也是好水果 我覺得他們等級差不多 都是屬於那種比較甜 芭樂好嗎 芭樂還不錯 它的那個維生素C 對芭樂我記得芭樂是好水果 北妮那什麼柳丁檸檬都很多都還要 我再問一個 芭樂到底要不要吃紫 呃不能吃太多 這個就是一個很棒的解答 可以可以吃 但是你吃過量的時候呢 很容易反而會造成便秘 好 那我們以上呢 9樣東西呢 我們品萱幫大家一一檢視過 那我覺得你可以挑出幾樣 就是說 盡量不要吃那麼多 填腸就好了 我覺得 有人要爆戰 有人要爆戰喔 好可怕 一樣請爆 比較可怕應該像是這個吧 我自己也很愛你的 真顯白 而且尤其是這有很多散裝 你沒有看到營養標示 會被嚇到 不會不會 然後再來就是像這個肉吃 啊肉吃 就覺得它很容易 它太輕了 然後感覺很沒有傷害 對 你很容易會吃太多 我要選幾個啊 三個嗎 可以 我覺得這兩個我難以決定 所以炸年糕居然是SAT 對我忘記它了耶 那它應該要出來了 那你先當第三位 好謝謝 好第三位炸年糕 好 希望大家在過年的時候 吃一些淋嘴的時候 今天喔 聽從我們品萱的建議 有些東西真的是淺嘗就好 那我們在品萱那邊 是不是有個節目就是年後就會上 對 敬請期待 對就是好像有一些 好像是過年之後要回來吃什麼 吃比較健康的東西了 終於是它的主場了 救贖 對我們每次都是請品萱來吃一些 很甜很油的東西 然後我們去那邊又吃健康的 好啦希望我們之後 跟品萱更多的合作機會 好 下次再見囉 拜拜 掰掰 掰掰 來囉 下午茶 吃看看 哇 他口家過年必吃 好可愛喔 包皮炸年糕 包皮炸年糕 很香耶 你要吃到裡面的年糕 好好吃喔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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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這個 你是官腔還是真的 沒有沒有是餛飲皮嗎 是水餃皮 餛飲皮 口感會比較好一點 炸的這樣子 已經軟爛軟爛的 對我們想好 用這個皮 加年糕肥 這麼好吃 好是不是 沒有 看你那個很簡單 我本來沒有什麼期待 我平常在家下午茶 過年都一直嗑這個 真的很好吃耶 超肥 這好險都讓平軒遲到 哈哈哈